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评论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三个挑战性的议题 首先,为什么立陶宛这个东欧小国敢于挑战东亚大国中国? 立陶宛不仅在经济上疏远中国 还在政治上公开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 并支持台湾的国际地位 这一系列举动引发了国际关注 立陶宛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是出于经济和战略原因 还是其矛盾的国家身份使然? 接着,我们来看看中日关系在面临战略挑战时的十字路口 针对领土争端、经济制裁和历史怨恨 中日两国如何在安全与经济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美日联盟的强化是否会使中日关系进一步紧张? 最后,我们讨论一下中国政府在维吾尔地区的暴行 和国际社会的反应 国际社会如何对抗中国政府的种族灭绝行为? 民主国家和联合国是否能真正施加压力 使中国政府对其暴行负责?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立陶宛挑战中国的动机是什么? 自2020年波罗的海国家开始与中国拉开距离以来 立陶宛尤其引人注目 这个小小的东欧国家不仅仅在经济上与中国疏远 更在政治上发起了对中国的攻势 立陶宛指责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 在香港进行欺诈选举 并允许台湾设立台湾代表处 而非台北代表处 这一系列举动引发了国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究竟一个小国家为什么会挑战这个东亚大国? 多数评论家认为 这与立陶宛的战略和经济利益有关 立陶宛从中国的经济倡议中受益甚少 需要向美国证明其忠诚 因为美国是其安全的保证 然而 这并不是全部原因 立陶宛的政策还反映了其矛盾的国家身份 一方面 他是大公国的继承者 曾经统治过今天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另一方面 他是一个在二战期间被苏联吞并的小波罗的海国家 并在冷战结束时重新获得独立 因此 立陶宛人支持其他希望决定自己命运的民族 并且 虽然并不总是一致 认为他们应该推广自己的价值观 从白俄罗斯到台湾 这种矛盾的身份使得立陶宛在国际舞台上采取了独特的立场 立陶宛的历史经验使其领导人相信他们应该向其他国家输出自己的理念和实践 如早期现代的贵族自由和天主教信仰 今天则是民主和人权 立陶宛比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更积极地参与了欧盟的东部伙伴关系 试图通过经济合作和技术援助将前苏联共和国拉近欧洲 立陶宛甚至在2014年支持了乌克兰的麦当革命 派遣财务和法律专家为新政府提供建议 他还资助和训练白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 并未在2020年总统选举后逃离该国的反对派政治家提供庇护 这些政策并非没有批评者 一些立陶宛人认为 这些举动并没有带来实际的好处 反而使立陶宛陷入了困境 比如乌克兰变得更加腐败和功能失调 而白俄罗斯则变得更加专制 并向俄罗斯靠拢 在2020年议会选举之前 立陶宛的保守派祖国联盟 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TSLKD 决定做一些能够显示真正雄心壮志的事情 加布里埃柳斯、兰茨贝吉斯、加上日吉曼塔斯、帕维利奥尼斯和曼塔斯、阿多梅纳斯 这三位关键政治家提出了一个新的外交政策攻势 将立陶宛定位为中国的批评者和台湾的支持者 他们认为这一政策不仅符合美国的遏制中国的战略 还可以让立陶宛在欧盟中声称领导地位 在2020年选举前 帕维利奥尼斯和其议员访问了台湾 提议与台湾建立正式关系 他们强调这样做的物质利益 如学习如何加强国防和发展高科技产业 但也指出台湾是一个与立陶宛命运相似的小国 每天都在为在民主制度中生存的权力而战 在给总统脑赛达的一封公开信中 TSLKD领导人辩称 支持台湾是立陶宛的道德义务 并呼吁向台湾表达类似于 冰岛对立陶宛独立支持的外交支持 这样的活动在立陶宛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得到了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成功地让公众舆论转向反对中国 根据布拉迪斯拉发智库Globsec 在2022年进行的一项调查 42.7%的立陶宛人认为中国对他们的国家构成威胁 而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分别只有24.1%和17.5% 这些数据显示 立陶宛人已经将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敌人 然而 这场对中国的外交战争并不仅仅基于经济和战略考量 文化和身份因素也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立陶宛的历史使其人民对外来压迫抱有深深的不信任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如此积极地支持台湾等民主国家的原因 这些复杂的国家身份和历史记忆设定了立陶宛外交政策制定的背景 使得这场战斗不仅仅是一时的选择 而是深深根植于国家的自我认知中 中日关系 在战略挑战下的十字路口 朋友可以改变 但邻居无法改变这句名言同样适用于中日两国 由于地理上的接近 这两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迫切需要找到合作与共存的方式 7月底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老挝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期间 与日本外乡上川阳子进行了会晤 这是在东亚峰会和以安全为重点的东盟地区论坛之前的会议 王毅重申 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阶段 并谈到了日本国民在中国被拘留 半导体出口限制 以及中国对日本海产品的进口禁令等争议问题 中日双边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战争罪行的困扰 但在最近的战略操作中 两国之间的外交变得更加复杂 中日目前卷入了多个冲突 包括钓鱼岛 间隔诸岛的领土争端 这一直是紧张局势的根源 经济挑战也使双方关系紧张 例如中国在福岛和废水排放后禁止进口日本海产品 以及日本对半导体的出口限制 地缘政治的对立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 中国对区域安全动态的担忧 因日本与美国的密切联系而加剧 这段复杂的关系深受历史影响 过去仍然影响着两国之间的认知和互动 日本未能充分处理和承认其战争罪行 这让中国人民感到不满 例如中国对东京靖国神社的参拜和供奉持续提出异议 该神社纪念了250万名日本战争死者 其中包括14名被定罪的战犯 最近在日本投降二战的纪念日 日本首相按田文雄向靖国神社献上贡品 并且包括防卫大臣牧原忍在内的多名内阁成员参拜了该神社 作为回应中国对日本方面提出了严正抗议 尽管过去充满争议 中日两国在经济和外交上已经合作了超过50年 自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 双方签署了四份重要文件 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 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 以及2008年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多年来 日本对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特别是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通过投资 技术转让和经济援助 这些合作时期促进了两国的经济增长 也稳定了双边关系 然而 今天 贸易和技术已成为中日之间持续紧张的焦点 例如 日本宣布对23种半导体制造设备实施出口限制 这与美国政策一致 尽管日本并未明确针对中国 但这一举措预计将影响中国公司获得尖端芯片制造技术的能力 日本停止向中国出口由尼康公司和ASML控股公司等制造的半导体制造设备 支持了美国限制中国技术部门的战略 这一决定旨在阻止中国制造能够提升其军事能力的先进芯片 此外 中国对日本从福岛和设施排放处理过的废水表示担忧 导致2023年禁止所有日本海产品进口 除了影响日本的海产品行业 这一禁令强调了两国贸易关系的脆弱性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 中日两国仍然经济上相互依赖 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而日本在技术和投资方面对中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 中国是日本第三大投资目的地 2022年直接投资超过1万亿日元 约合92亿美元 比2021年增长了4.4% 日本在美国的安全保护散下 这使得中国对美日之间不断变化的安全动态感到担忧 这对中日关系产生了影响 中国可能将美日不断增强的军事合作视为战略挑战 这可能导致两个邻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 中日双边关系正处于关键时刻 经济相互依赖与历史怨恨 领土问题和战略困难并存 尽管安全和贸易方面的紧张局势持续存在 但两国的持久接近和交织的经济需要持续的合作和对话 未来的挑战在于管理紧张局势 同时保持稳定并促进共同的经济增长 在安全领域 美日联盟将继续影响中日关系的走向 这使得双方必须在战略利益与合作的经济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中日合作的前景仍然不确定 在全球的注视下 两国需要在竞争和共存之间做出选择 这些决定将影响他们的双边关系以及亚太地区的稳定 是时候结束中国政府对种族灭绝的逍遥法外了 一位前中国外交官和现居英国的北京政权支持者 Viktor Gao声称 国内外的人们必须毫无疑问地接受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的统治 他在记者Mediason的面对面节目中支持效忠宣示的想法 冷漠地回应观众关于被错误拘留的家人的问题 甚至回避了基于中国政府数据的分析问题 对他来说 这个重大趋势似乎是对中国政府任何和所有人权侵犯行为的 无条件逍遥法外 然而 关于中国政府在维吾尔地区持续 系统性和广泛的暴行犯罪的新信息显示 国际问责的真正趋势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在这个地区 数百万人因其独特的身份而被任意拘留 国际的重大运行与家人分离并遭受文化迫害 自TEDX Cornell演讲中,学生和社会活动家Zilola Mamet描述了她得知祖父Obel Nair去世的消息,以及她的遗体被扔在无名坟墓中的事实。 Mamet还谈到了她的姑姑在该地区去世的消息,以及一名年轻女子Rahial Omer,她在2018年15岁时被任意拘留。 反思她自己的经历和Omer的不同,Mamet动情地谈到了记忆作为抵抗的意义,并谴责了她所称的世界对北京攻击维吾尔人的震耳欲聋的沉默。 Assad和Mamet正确地敦促民主政府和联合国人权机构重新致力于对中国政府和涉及国际人权罪行的中共官员进行调查和问责的项目。 8月31日将标志着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发布对维吾尔地区违规行为评估报告两周年,该报告得出结论,国家政策可能构成反人类罪。 高级专员Volker Turk在该报告发布几周后上任,但他尚未分享任何关于他与中国当局的持续讨论或他寻找维吾尔人师宗佳人的努力的信息,也未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简报这项工作的任何方面。 一些民主国家已经采取了新法律,以减少在维吾尔地区中国国家赞助的强迫劳动中的共谋,改善了对北京在其他国家恐吓维吾尔人的努力的保护,并在国际论坛上谴责了习的虐待行为。 但几乎所有民主国家尚未使用普遍管辖权法律来启动对中国国家和中共官员的起诉。 学者、记者和人权组织已经收集了大量证据,新疆受害者数据库是一个检察官简报的严峻信息库,但民主国家继续在与北京的关系中优先考虑其他被认为的利益,避免采取可能具有变革和威慑效果的方法。 Tarek和关心的民主国家的外长,应准备好在欧克尔报告的两周年之际,重新致力于为数百万维吾尔人追求正义。 国际努力已经为缅甸、叙利亚和乌克兰的人们寻求了这样的结果。 很明显,北京在将欧克尔报告称为非法时,证实了SAT对威权法律战的担忧,除非受到重大压力,否则不会放弃其多重镇压运动。 为了对抗告的重大趋势,维吾尔人和中国内外的其他人需要采取强有力的协调步骤,对习近平和其他参与暴行犯罪的人进行调查和起诉。 那些犯下这些可怕虐待行为的人应该知道,他们不仅会在公众舆论法庭上面临严厉的质疑,还会在法律法庭上面临审判。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自2020年以来,立陶宛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立场,这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这些举动包括退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7加益合作机制,对中国投资设置限制,批评中国在新疆和香港的人权问题,并允许台湾在立陶宛设立台湾代表处。 但为什么立陶宛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呢? 立陶宛的这种立场受到了多方面的驱动。 从战略和经济角度看,立陶宛从中国的经济倡议中受益甚少,需要向美国证明其忠诚, 因为美国是其安全的重要保证。 然而,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立陶宛的国家身份和历史经验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立陶宛曾经是立陶宛大公国的继承者,统治过今天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但在二战期间被苏联吞并,并在冷战结束时重新获得独立。 这种历史经验使得立陶宛支持其他希望决定自己命运的民族, 从白俄罗斯到台湾都在立陶宛的支持范围内。 立陶宛的政策反映了其在国际舞台上采取的独特立场, 也与其历史和价值观密切相关。 立陶宛的精英阶层相信, 他们应该向其他国家输出自己的理念和实践, 从早期现代的贵族自由和天主教信仰, 到今天的民主和人权。 立陶宛试图通过经济合作和技术援助将前苏联共和国拉进欧洲, 并支持2014年乌克兰的卖单革命, 派遣财务和法律专家为新政府提供建议。 立陶宛还资助和训练白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 并为在2020年总统选举后逃离该国的反对派政治家提供庇护。 这些政策并非没有批评者。 立陶宛支持台湾的政策在国内外都引起了一些争议。 总统达利亚·格里包斯·凯特2009-2019 曾抱怨立陶宛与强国对抗, 这可能不合算。 然而,立陶宛的新一代保守派政治家, 特别是加布里埃柳斯·兰茨贝吉斯、 日吉曼塔斯·帕维利奥尼斯和曼塔斯·阿多梅纳斯, 提出了将立陶宛定位为中国批评者 和台湾支持者的新外交政策攻势 这与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相符, 并给立陶宛在欧盟中带来了道德领导地位的议题。 立陶宛的这种政策也得到了自由派的支持, 特别是自由党、LP, 他们强烈反对与中国的过渡经济合作, 并支持与台湾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立陶宛的自由派认为, 中国是一个红色民族主义国家, 其政策威胁到人权和自由, 而台湾是一个尊重人权的小国, 值得支持。 总的来说, 立陶宛对中国的强硬立场 反映了其矛盾的国家身份, 一方面是独立的小国, 另一方面是渴望在国际舞台上 发挥更大影响力的后帝国国家。 通过支持台湾和批评中国, 立陶宛不仅可以在欧盟内部 声称道德权威, 还可以获得美国的支持, 这对其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都有重要意义。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立陶宛挑战中国的动机啊, 就是想当那个小姨挑战大象的角色, 结果咬了大象一口, 自己差点被踩扁。 这动机简单, 两个字, 取暖。 取美国这个大暖炉的暖, 抱美国的大腿, 站在国际中心舞台上刷存在感。 毕竟, 立陶宛这小国家, 原来在厨房主舟都没人理他, 现在一喊中国威胁, 立马成了媒体宠儿, 简直像个凭空冒出的超级英雄。 天书, 你这是把立陶宛当成了爱出风头的小学生啊。 其实, 立陶宛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和历史记忆。 这就像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那个博物馆里的展示。 立陶宛有自己的历史创伤, 他们曾经被苏联压迫, 不想再看到任何一个国家在全球舞台上欺压别人, 无论是香港、 新疆还是台湾。 这不是瞎捞热闹, 是正义感在作祟。 琪琪, 我看你是立陶宛的亲戚吧。 什么正义感, 说白了就是利益驱动。 立陶宛撇开中国, 因为从中国那边捞不到多少油水啊。 立陶宛的出口结构里, 中国根本排不上号。 你知道吗? 2020年立陶宛对中国出口才不到1%。 他们想讨好美国, 以便在美国的安全保护散下过得舒舒服服, 同时还能拿到经济好处。 这可不是什么正义感, 是生意经, 懂吧? 天叔, 你这一通数据解析都快把我绕晕了。 立陶宛的确经济上不依赖中国, 这正是他们敢于挑战的原因。 这就像是那个胆小的村民终于站出来 对抗地主, 因为他知道别的大地主会支援他。 再说了, 立陶宛在道德高地上, 凭什么不能表达对台湾和香港的支持? 况且, 你看, 台湾也给立陶宛带来了高科技产业合作机会, 这不双赢吗? 难道你希望全世界都晋升, 不敢说真话? 琪琪, 你这简直是说着说着, 就变成了世界和平大使啊。 立陶宛支持台湾, 结果是什么? 中国直接对他实施了经济制裁, 立陶宛的企业损失惨重。 就像在大象腿旁边跳舞, 结果被一脚踢飞。 我们说话要有后果, 不是吗? 立陶宛这种挑衅行为, 不但没能改善自身经济, 反而让自己的企业吃了大亏。 这真的是双赢吗? 还是双输的多米若骨牌效应? 天书, 你这个经济理论家真是让我哭笑不得。 立陶宛的企业确实受到了一些损失, 但你知道吗? 有时候站在历史的道德高地上, 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二战时期, 谁站出来反对纳粹, 谁就要面临风险, 但他们做到了, 也改变了历史的方向。 立陶宛现在就像那个站出来的正义之势, 他们在为全球的人权很自由发声。 或许现在有些难受, 但未来, 他们会被历史铭记, 成为真正的英雄。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